本内容由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中医药名词术语,成果转化与规范推广项目审核认证。 弓枪精技术是近年来续猛发展的一项先进的复刻诊疗技术,它是应用横工业扩张子弓枪,通过插入弓枪的窥镜,指示观察弓精管,弓颈耐口,子弓内磨及书来关开后的生理及病理变化。 诊断疾病,直观准确取材并送病理检查,同时也可以在弓枪镜下手术。 什么情况需要进行弓枪镜检查呢? 一弓枪子弓出血,二一弓枪粘连及畸形,三超生检查有异常毁伸及下位病变。 四级预器定位,误人因不明的不育,六子弓造影异常,气肤发性流产。 弓枪镜下可进行哪些手术? 一子弓内磨吸肉,二子弓粘磨下肌瘤及部分突向弓枪及壁间肌瘤,三弓枪粘连分离,四子弓内磨切除,五子弓中隔切除,六弓枪内异物取出,逐线钻结预器及流产残留物等。 其弓枪镜引导下肃树栏管插管通液,注射药物及绝育术,什么情况不能进行弓枪禁术,以绝对近剂症,急性,压急性生殖道感染,脏气栓结及其他不能耐射手术者。 近期三个月内,有子弓穿孔使或子弓手术使者,二,相对近剂症,弓颈斑痕,不能充分扩张者,弓颈裂伤或松石,灌流也大量外露者,数千准备及注意事项有哪些,一检查时间,月经干净后一周以内移,此时子弓内磨保险不易出现,弓枪病变容易发现。 二,体检起因到准备,详细告知医生自己的病史,配合医生进行全身检查,妇科检查,弓颈脱落细胞血基因到分泌物检查。 三,术前进食,为保证手术安全顺利进行,术前实践是6到8小时。 四,麻醉,弓枪进检查无需麻醉或行弓颈局部麻醉,弓枪进手术多采用硬膜外麻醉或静脉麻醉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。